有民眾直擊,在彰化市的駕訓場內 這名男子騎著改裝的車不斷炫技 一下子單手騎孤輪一邊喝飲料 一下子又挑戰孤輪S型 讓民眾看了直呼實在是太危險 而事後找到這名男子發現 原來他是日本特技車手孤輪王安貝優 但是他擅闖進駕訓班表演特技 還拍下了這樣的影片 警方雖然說因為不是在道路無法可罰 但堅尼站表示,業者有責任做好場地管理 這一次會先發文警告 一名男子逆向騎車 咦,這車怎麼怪怪的,沒有前輪 只有一顆輪子,騎士耍帥表演 不僅如此,為了展現他高超的騎車技巧 甚至還單手騎車,一邊喝起飲料來 接著他挑戰騎駕訓班裡頭的S型彎道 輕輕鬆鬆單輪過彎 而整個畫面也被拍下來 原來這名男子是日本特技車手孤輪王安貝優 經常會在臉書分享一些 Kill Go Land的特技影片 之前他還曾經跑到全台最窄的代轉區 表演Kill Go Land登上新聞版面 但他這次跑進駕訓班拍特技影片 雖然不是在一般道路上 警方無法可罰 可是監理陣有話說 是不能作為駕訓以外的其他用途 我們會去跟駕訓班了解 如果是說這個民眾是硬闖失闖的部分 我們會請業者要做好 能進跟場地的一個管理 雖然是中午時間 駕訓班學生都在休息 特技車手擅自跑進私人駕訓班 展現特技,還拍下影片 萬一發生意外受傷 駕訓班業者還是得要負起 連帶責任 街道貿 彰化報導